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比例来做 那首先我如果不知道这个圆大概多大 我可以假设它是10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就画一个半径为10的一个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10 enter 那大小先不要管它 大概就是先画一个大 因为等一下可以用比例的方式 重新调整它的大小 那接下来我用复制 选它之后呢 点复制R那些选物间按空白键 然后呢直接往从四分点换到上一个四分点 就画出另外一个圆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用什么呢 切切因为我知道半径嘛 切这个然后切这个 切两边然后输入10 半径的话就是10 enter 那另外另外两个我可以选这两个 然后用什么呢 用镜色 直接选这个圆的中心点 往下抓垂直的 然后按空白键就可以 再来的话举行 举行我就特别注意哦 我的举行是在这个四分点 跟这个四分点 两个会会齐 所以这个就是双追点 前面有讲过嘛 双追点会两个线段出现 之后的话点一下 然后呢再移到这边 第一个追点追到了 有没有虚线 第二个追点追到了 两个碰在一起 就是双追点 点下去之后呢 这个图就画出来 可是现在呢标注之后呢 这个尺寸一定是不正确的 有没有 54点起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调整成它的宽 是90的话 只是把它放大而已 那这一题刚好跟我们等一下 要遇到那一题一 就是说 如何把某一个尺寸缩小 或者放大 那这地方的话我可以用比例 比例这个指令 比例的话呢 就是可以任意放大或者缩小 比例点下去之后呢 选物件选它 然后按空白钱 就表示你选到了 选到之后呢 接下来呢 他会问基准点 那我们假设基准点 是在这个好了 左下角这一点好了 任意点都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特别注意 我要用的是Renter 参考 这里的话呢 R R参考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呢 你的指定的长度 指定长度就是说 你原来的长度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改变的是 从这边到这边 那这边到这边的话 我要先点第一点 再点第二点 第三个 给他新的长度是多少 90 所以我就输入90 也就是说 先给他旧的长度 再给他新的长度 按Enter 那你会发现呢 这时候呢 这个尺寸就被有更改了 就变90 这个重点再提示一下好了 比例的部分 第一个 这个 假设我先把他还原到旧的 先选比例 点一下 把他选取物件 按空白件 基准点给他 然后呢 REnter R就是参考 再来 旧的长度是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输入90Enter 这样就好了 这一题就完成了 可以试试看比例的部分 那后面用到比例的机会 其实还蛮高的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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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